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关键词 那我的关键词就是奔跑 是奔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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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电视剧里说,如果你爱他,送他去美国,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送他去美国,因为那里是地狱 2005年,我终于踏上纽约的土地 想象中的纽约是青春洋溢的大学校园 浪漫的烛光晚餐 当然,还有像欲望都市里那样,无休无止的时尚派对 永不入眠的曼哈顿 事实上,我拿到的只是去美国进行语言研修的短期签证 和真正的留学还差得很远 为了交学费和房租,我满大街跑着卖假暴 经过不懈努力,我也成为了当地销有成就的企业家 很遗憾,在一个卖假暴的女强人和纽约白富美之间 我的男朋友选择了后者 你是不是你忘记自己是谁了 你是留学生,不是街鞭小贩 我这么赚钱怎么了 我是街鞭小贩 我不是战监妓女啊 我们分手吧 赵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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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每个女人 一生中都有一次 至少一次 卑微地请求她爱的人 不要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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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MISS LU CHUNG XI You're under arrest for the violation of Merchandise Act 杀 杀 杀 你 你 我坐在纽约布鲁克林警局的临时收押处 可能会因为非法经营伪猛商品而被起诉 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水乡小镇 爸爸靠一家小卖部 把我和两个姐姐抚养长大 我抢了一百分 下这个啊 十八寸大彩电 舅舅是我们家的骄傲 也是小镇的骄傲 两三万 两三万你别打 我废着你 雨昕 股票到牢 住手 我去打我舅舅 不能打小鞋 牛俊成是这个小镇上最听我话的人 来 废贵 来 废贵 小鞋子 你 你这是天涨以后的丫头是吧 你舅舅你迟点是吧 来 十周 松手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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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偶像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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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伤心 我会好好学习 考上大学以后 赚很多很多的钱 给你买最好的 从那天起 考上大学成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目标 两千年夏天 像许多年轻人那样 我和俊成逃离了故乡 奔向北上广 实现梦想的代价 就是为了奖学金疯狂地学习 为了赚取生活费拼命地打工 好安静啊 这点同学们都睡了吧 你别忘了 你是大学生不是打工妹 别辜负了自己的理想 说什么呢 我这么拼不就为了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吗 我要和我自己最心爱的人 一起开这个连锁超市 小夕呀 我跟你的理想不谋而合 默契 干一杯 好 小夕啊 嗯 其实有件事情 你早晚都得知道 你先听我说尽我的事 这种事啊 一般 男生先说比较好 咱俩穿一条裤子长大了 还分什么男的女的呀 好 你先说 我爱上了一个人 我爱上的那个人 从来都没有变过 就是咱们师哥啊 啊 特别帅 好 没事吧 神经病的女的 不是故意的小夕 小夕 谁呀 有人来不离了 还不快回头 快走快走 别打 别打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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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睡啊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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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小的啊 我也要学英语 不要 我需要你 我疯狂地迷上了英语 你就是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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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真心 我 签过了 真的啊 太棒了 我要在那里成为一名国具律师 你也快来美国吧 嗯 嗯 这小子 这么老套的招式还在用 千万别上大门 千万别上 妈妈 望远镜 妈妈 望远镜 妈妈他想我望远镜 是你想我儿子的望远镜吧 快快快来 哇 我安好 陆珍熙 你的性价 簽名 陆珍熙去哪儿呢 这是我做的曼哈顿的地图 你住的地方 中餐馆 警察局 医疗所 君 您好 拥抱一下吧 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您速到22号 拜拜 慢点啊 路上注意安全 小心别生病 拜拜 小心别的男人 就这样 我的美国梦 碎得片甲不留 是你的幸运 女儿 好 来 万一在美国迷路 拿着它就可以找到我了 这是我做的小型GPS导航尼 只要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发出滴滴的声音 滴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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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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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贝 我听别人说 这个美国啊 遍地失黄金 是不是对吧 嗯 只要很努力工作 中国人一样可以在美国买大号 开号车 嗯 这次要不是签证的问题啊 大概 大概明年吧 我们就应该有两家分店了 去趟美国咱们小夕现在更漂亮了哈 姐 这墨镜给你 还不好吧 干什么啊 我还好几个 可以吧 摘下来 摘下来 干嘛呀 你这人真是的 真不客气 你看你 就是说的 来 来 还有什么俱理 爸 你也甭掉着脸来 这儿我去美国的时候 您借我的钱 连满代理都在这儿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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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骗得了他们 骗不了你 对吧 我爸说得对 您有没有出息 我这贝勒都不会有出息 小夕 不管有没有出息 你都是我女儿 你所委屈的 爸 我以后哪忍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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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家陪你 不行 我还不到走不动的时候 不要你陪 你去城里吧 别让自己后悔 爸爸的话 让我有了继续奔跑的勇气 你要先找份工作 我觉得当麦领也不错吧 右转 要不然我们自己开点当老板 左转 这边 我虽说不是什么大股 但是努努力养活你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停停停 就算交付了 快 快 快 穆教授 真的是你啊 孟教授 这么巧 在这儿碰了你 好好想想 合法的事业吧 哎 哎 你别走啊 如果有个人发动你的电话 你有没有想到谁吗 MBA 这就是我的计划 小姐 您是不是做错位置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干净没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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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鹏大海 我可以给你买一个五七天 我是孟小俊 负责这学期的创业实践课 我相信大家来到这商学院 准备的名片比教材还要厚 头衔更是一个比一个下 各位都很优秀 但是我希望在那教室里面 你们的头上没有任何光环 既然来到这 就不是为了验证过去 而是为了下一个正途 开始上课 主任 助理 助理 到 为什么不打相课令 够了够了 难怪这么土 我还是冒充写生啊 就凭这份简历 小阿绵是我的助理 您说得很对 要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必须要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 助理 麻烦你从外面把门关上 是 如果说商学院也是一个江湖 那么这里一定都是高手云集的名门正派 我就像是一个买了经纪舱 却混入了头等舱的乘客 但我决定 这个便宜 我占定了 整理一下 有的像我明星 每天花枝招展地来上课 也不知道是来学习啊 还谈恋爱啊 有的干脆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啊 你见过戴保镖上课的吗 还有我们那位亲爱的孟教授 要多难伺候有多难伺候 要不是她有一张帅脸 我还真不认 老师长得帅有个屁用 关键是要有思想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帅就够了 你过来 你过来 过来 你看 这 好帅啊 太帅了吧 帅呆了 我跟你说 你从美国过来以后 你的神免水平 直线下去啊 他把你带住 他等不透 我必须看 他还是不合了 这就是你来当助理的目的 教授 他们给你多少钱 谁啊 听说外面的盗版 出到五十万买过的奖役 你能提成多少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教授 这些奖役是我自己要看的 真的 其实我一直都在课堂外 听你的奖役 但是我听不清楚 自 江山已改本性难以 你别开书了 江山已改本性难以为 周政之证 你不要命啊 既然你瞧不起我 你当初为什么要录用我 因为我从你眼睛里 看到一堂火 本来想再给你一次机会 没想到 还是烂你付不到墙上面 其实我来上学院的原因就是你 那些人赢了中国的企业 是那些人能够 成为世界的商业 美国的梦想已经通过了 现在是时候 生了中国的梦想 那个时候 你还给了我新的梦想 为了实现它 我才选择回国 来到这里 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证明我自己 赢得真正的尊重 请你 再相信我一次吧 记住 以后看我的奖励 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我只能够 你不妨碌 自己人 你不妨碌 我只能伤害你 不要 你不用 我尽力 你平常喜欢什么 喜欢商品啊 我来客的爱你 你知道吗 最精彩的点子 都是从创造者 最喜爱的东西那边 引发出来的 平常你喜欢到哪里购物的 IFC 淮海路 南京西路 打这商品坚决不要 够了 你们两个是来讨论的 还是来聊天的 我看你们还是单约吧 还有你啊 鬼鬼祟祟干什么 想听坐下来听啊 这你到哪儿来的呀 不尿酸打多了 脸不会动了吧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嘛 在Goldenstar 百货集团的副总裁 就是跟她老公共同拥有的家族产业 原来是嫁了一个好丈夫啊 难怪那么嚣张啊 不不不不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一个非常走运的老公 娶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太太 要不是文青 他们的公司三年前找出破产 看不出来啊 嗯 彭大海 我的天啊 你终于发现我是单纯 和充满了吗 跟你一样 我都很喜欢购物的 而我最喜欢买的就是 买单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加点水 这会儿没水 你俩继续 你 我 我那个讲义已经准备好了 办公室也打扫好 植物也浇好水 这没事一会儿就送到 教授 我也有一个不错的穿越构想 你要不要听一下 够了 你就不能穿得像样子一点吗 陆珠 穿着也是必须可知意 你们这个教授啊 管得实在是太宽了 连服装都要有要求 好 教授好 你好 对啊 好 啊 哎呀 它有没有对你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有 什么 下周之内就要交创业构想 吓死我了 军长 你说女人购物的时候快乐吗 当然了 女人不就是为了购物而生的吗 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 女人比男人更懒得逛街 你知道女人购物时的内心独白吗 买 错 全都买 大错特错 你看那个 妈 怎么啥现实打责呢 老年快几层照片了 你看那个那个 一无庞是吧 等嘞 都怕有老爱分光 那个 好 烦死人了 本家本来打扮得美美的出来逛街解压 但讲到这么辛苦 讲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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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哼 哼 你看 女人为了买到自己喜爱的商品 磨破了脚皮 为了抢到那些现实打折的商品 即破了头皮 还要忍受店员对胸围 腰围 臀围的平头论子 你以为女人真的享受购物的过程吗 别傻了 想想看 你坐在家里 穿着睡衣敷着面膜 就能浏览所有的女性专属商品 根据自己的尺寸 偏好 心仪品牌 就有合适的推送 哒哒哒 敲两下键盘 想要的东西就自动送上门 女人哪 就舒舒服服躺在家里购物吧 这就是我的创业构想 所以 只针对女性 孟小俊奖意第四章第二奖 产品的差异化 现在什么卖书啊 卖电器什么都卖的网站 都已经遍地开花了 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群体的网站 还是很稀缺 相信一定会有空间 光是女性购物网站 这个概念还不足够体现差异化 消费群如何建立 供货源如何解决 都没提出方案 网络购买的系统 也要细化 战略 要扩展 扩展 重新做给我看 谢谢教授 算是有点金商疼到 明天开始来旁听吧 真的吗 谢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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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了 我最业要这样子 教授 那 那您觉得我这个构想 开始创业了 永远 这是什么地方 欢迎来到卢珍熙的创业宝地 过来 棒 有点 废景 帅我来演 打你 站住啊 快点 快点 好 好 看完 好了 后接着 看了吗 文青 顾巧音 卢真希 你们三个留下 下课 就是那么巧啊 你们三个人的作业 竟然都是关于女性购物的 文青 专门推荐一线品牌 当季款的电子时尚杂志 顾巧音 二手奢侈品打着连锁店 卢真希 只针对女性的购物网站 孟教授 助理也可以交作业吗 卢真希是这节课的助教 为了配合收集资料 辅助上课 我故意让她一起交作业的 有什么问题吗 总之我觉得更有意思的 你们三个人的创业点子分开看 都少了点什么 来 给我你们的关键词吧 时尚 名牌 女性购物网站 没错 三个概念合起来 就是一份完整的创业构想 从今天开始 这份创业构想的作业 就由你们三个人联合完成 所以 至少在创业课题上 你们三个人就是 合伙人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缘分真的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不过当时的我们 并不打算买它 作业的事情就不用二位操心了 我会让我公司的企划部 做一份专业的企业策划案 好吧 我听起来怎么不像是在帮忙啊 倒像是剽歇了我的创意 没想到顾小姐 对作业还是蛮关心的嘛 你不是来这儿找男朋友的吗 我找男朋友怎么了 我我也会年轻漂亮 找一个好男人岂不是很正常 还有啊 这个企划案的重点是 对品牌的感觉 如果没有我 你们能做得了吗 结果还不是一样来找我吗 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孟教授不是说 必须咱们三个的创意 合在一块儿才行吗 要是二位没有时间的话 我来 我有信心把它做好 保证不会让你们丢脸的 只要二位象征性地付我点 劳务费就行了 我们可以签合同吗 写完再付钱 这个孟小军是不是疯了 我说的那个 你再考虑一下啊 拜拜 我的司机先来了 走吧 这 我们搬顾巧音 我已经到门口了 你快点吧 走吧 拜拜 跟她 rogue 小姑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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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去哪里 让我顺利回家好不好 还是不必了吧 来吧 不必了 真的不必了 停一下 停一下 就停这儿吧 不用开进去 不用了 我不太喜欢被别人说闲话 拜拜 来吧 原来是有灰姑娘 要有意思啊 嗯 这么快就到点了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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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送我 送我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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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进入 走啊 唱歌要用腿吗 我腿怎么了 赶上去另外一个地方吧 上来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怎么可能坐你这种车 喂 小心点 好 叶骁 快快快快 你怎么这么少放点钱啊 不会做饭就别挑三解字 谁这么晚上来 给你送叶骁啊 我问你啊 今天的业绩怎么样 特别好 真的啊 一样都没卖出去 零嘛 怎么可能呢 我上大街上随便叫卖一下 也能卖几件 干脆把这工作辞了吧 回去踏踏实实做眉眉王 你做老板 我就做老板娘 哪有你那么亏我老板娘 既然你不听我的话 干嘛要跟我商量 我现在好歹也是您半个学生 孟教授的学生创业失败 说出去不也丢您的脸吗 市场和流通网的调查 产品供应计划 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 这些已经在网购市场上 占有力位置的人 你凭什么跟他们竞争 孟教授 您知道吗 真真切切地了解女性的需求 最大化地满足她们的愿望 这就是眉眉王的初衷 不 你想要失业成功 得先抓住文青和顾巧音的心 你还不明白合伙人的重要性 是要想说服她们两位 那比上市还难吧 我告诉你件事 连两个女人的心都抓不住 还做什么女性购物网站 好吃 小姑同学 早安 刚过来找我的朋友 司机在门口等着我 你知道你有多么的残酷哦 真是的 你 你干嘛我喊非礼啊 你看 这么美的腿 怎么能走这样子的路 她们说男生是女生的灵魂伙伴 或者是心灵港湾 其实全都是废话 男人本来就是女人的保镖 刺激 提换机 对不对 我要带着我的灰无良 任她变情是我真心的公主 好不好 各位同学 本周企业观谋课程 我们选择文青的 Golden Star企业公司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随时可以下到发问 这边 好 请大家跟我来 这边请 来 走吧 听说孟教授和文青 是留学时的老同学 哦 怪不得这么成功 人耐广嘛 谢谢 对 昨天晚上小龙虾吃多 啊 妈 你这一天一个电话 都吹我也没用啊 过去 你晓不晓得 中哈佛大学毕业好赖哦 你耍气了没有 当学院里头成功呢 是虽然多 但是要找一个又成功 又是天使呢 这截子就是孩子里头挑将军嘛 你放心 老后的账务一定会发情呢 你就等到 有钱你去来给警察嘛 好好好 好 拜拜 怎么又是你啊 是啊 你放心我听不懂四川话呢 我刚刚是跟我一个朋友 在说电话 不是跟你妈通电话吗 你说过你听不懂的 听懂一半 你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我前男友为了前途和女人 把我给甩了 我为了升级还在美国卖过假包 还进过警局 原来扯平 什么事情不能叫外边说啊 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我上学院的同学都在这儿呢 你收敛点行吗 我就是做给你看的 至于爱的是我 公司的人都知道 现在实质性管理公司的人也是我 我干吗要故意收敛啊 你知道邹志云 为什么迟迟不跟我离婚吗 因为这个公司不能没有我 他不敢下这么大的赌注 我觉得你还是洗个凉水澡 清醒一下吧 我看该清醒的人应该是你吧 你知道至于现在 为什么选择的人是我吗 那是因为 你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 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 像你这样的女人 男人随便可以拿钱买到她 很快就会换下一个 因为你只不过是个情人 你自己不明白吗 你为什么打人啊 你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一边去 你干什么 你别让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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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放手 你干什么 你放手 你别让我喝 放手 你别让我喝 你干什么 有人说 女人之间的友谊 是通过两种途径建立的 第一 交换彼此的秘密 第二 找到共同的敌人 为了我们的胜利 干杯 为了这可笑的生活真像 干 胡晓英同学 你这杯已经干了多少杯了 喝酒有点成瘾行不行 我这叫有自扣能力保持身材 知不知道 是 我的心肝小宝贵啊 默默欣恋你啊 我好心思 爸 你 不过我说啊 你为什么就非得把那个 狐狸丁给留在公司呢 直接喝了不可以完事了吗 她呀 在安琪之前 一直有别的女人 我们只是没意上的夫妻 为什么不离婚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女儿说 毕竟孩子还是需要爸爸的嘛 爸爸就得有爸爸的样子 你那些都是错觉 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 他会拿我女儿的抚养权来要挟我 拿走我所有的一切 还有董事长的位置 所以那半天你就是个傀儡老板 还在这招 好 原来你们两个都跟我一样 全都是欺负人 欺负人啊 好 我顾巧英呢 今天就宣布 从现在开始 你们俩就都是我的好朋友 来 姐妹今天开心 就想唱一首歌给你们听 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给我鼓掌啊 ening 我有话一朵 种在我心中 海报带方意悠悠悠悠悠 朝朝礼悟悟 我牵牵的等候 有心的人来扔我 没人花 让你在红着风险 我没人花 随风轻轻 只怕我 用一双脸的手 能忽畏我内心的寂寞 我要花一朵 花香满枝头 谁来真心寻放着我 花开不多时 看着只需尘 我又花一朵 藏在我心中 我又花一朵 藏在我心中 尝尽真爱无人多 偏低的夜藏 一张门落伤 不放在上最新的 赵少爷 赵少爷 人的花 用一朵红尘尽 好 仔细 大家都挺好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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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三 只怕我 用一双温柔伤 有不思维 我内心的寂寞 你人花 流泪的红尘尽 你人花 随风轻轻摆 不放在上最新的 谢谢 不错嘛 怎么样 歌后知道吧 为文青 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咱再搬一个 那这顾小姐早日找到 一个靠谱的男人 这我爱听 这 顾真心事业兴旺 干杯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创业了 美美网 网络世间完美商品 只为真正完美的你们 嗨 大家好 欢迎光临美美网 我就是你们的合伙人 牛俊成 哟 没想到 牛俊成会长那么可爱 小姐们 拜托 你见过人家 走吧 嗨 欢迎来到美美网 虽然我们公司目前还只是一个 拥有了两台二手电脑的小公司 但是我们拥有 谷谷中国最优秀的IT专家 当然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过十七期 但是 后面就不用说 好 还有非常了解顾客心里的点子大王 如果二位可以加入的话 我们将如图添翼 我需要评估一下项目的可能性吧 好 赞我一份 太好了 欢迎 创仪 技术 错 你 我妈当然就是品味 不过你确实有点难拿捏啊 毕竟 手头上也没有什么失去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老子和老子 成熟 明智 等于丰富人生经验 是的 文青 我们都没有大公司工作的经验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什么情况 我们签了电费 当然了 不是因为交不起 今天太阳好 有自然光 自己马上就能弄到 就撑你个鼻子 得 这回有事干了 一边烤肉一边谈投资 烟熏火燎的 甭谈明白 那怎么不能啊 还有一边爬山一边谈投资的呢 所以这个叫BBQ派对 最讨厌烤肉味了 看来又得用我的小脸蛋去杀死他们 哈哈哈 我们准备打造一款全新的虚拟现实眼镜 当你戴上这款虚拟现实眼镜之后 你就可以三百六十度的 全方位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 所谓的BBQ派对 压根就没有烤肉 更不是个派对 意思是说 我们是肉 让投资人来考 也就是说 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之后的 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 消费群体当然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女性了 所以说介于这个 我使饭短的 就像群体长度一样 周先生很幽默 我们想把这个商品的宣传定位点 宣传已经饱和 你们有更好的方法吗 比如说 给VIP客户 拿一个免费的龙松 我只是一个比喻 周先生 我知道您已经近三年的时间 没有对传统电商项目进行过投资 但是还是希望您能给一些时间 让我们把我们的项目介绍完好吗 我对投机回收不大乐观 你们的电商 会乐观吗 三位男女 你们如果 穿得性感一点 来到我们会所 会让我们会所 争光不小 但是很可惜 现在这里 是我们男人 谈生意的地方 周先生 我承认 我们今天来欠缺准备 中国目前有一半的人口是羽性 那么一个忽视了中国一半消费人群的商务宴会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商务宴会 我也相信 终有一天 这场游戏不再专属于男人们 打好了 各位 走 等一下 谢谢您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看来名片不是乱发的 其实 我一直没有跟你们说 董事会一致决定 暂时解除文青女士董事一职 由周智英先生 全权负责董事会相关事务 公司可以 勾出市值百分之五的价值 收购你的股份 关于股份 我不会出张半分 这是安琪在香港注册的私人公司 让公司蒙羞的 是你的情妇 现在除了那些没有兑现的股票 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 对不起啊 没有挂到你了 你无所有则无所不能 这一场仗 才真正开始 嘿 加油 现在开始都不晚 一定可以的 嗯 DK在线独家销售权招标公告 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吗 是啊 可是像DK这种大品牌 一定会找那些有名的网站 我们都要写 试试嘛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跟他们抢客户 正好增加战斗经验值了 姑娘 嘿 妮儿 DK 在这个世界上啊 除了男人之外 我最了解就是她了 从十八岁开始呢 我就是她的忠实粉丝 每季新品 没有一个垃圾的 走 所以DK的产品宣传计划 就交给我了 来 作品定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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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市场战予率来说 DK这个牌子还不具有明显的优势 你说呢 我觉得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你看那位姐姐 是来做实调的还是来购物的呀 她绝对是来购物的 我要这个 好的 这个 我要这个 好 稍等一下 一共两个颜色 有了 先生 您的快递 女婿 你的快递 你的快递 今天的发表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想和大家探讨两个问题 目前中国购物网站的消费者投诉中 占到第一位的是什么问题 是物流吗 看来您身受其苦 确实如此 快递事故 快递员糟糕的服务态度 过慢的物流速度 这些都是造成我们网站 客源流失的罪魁活胜 DK作为世界知名的奢侈品牌 一旦打开了网购 它将会面临最糟糕的损失又是什么呢 服务 虽然消费者已经在家里头享受到购买奢侈品的便利 但同时也失去了在门店购买奢侈品时 所享受到的一系列的配套服务 有请您上台一下好吗 女人购物最享受的时刻 不是挑选商品的时刻 也不是刷卡买单的时刻 而是当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时候 从精美的盒子里 小心翼翼地捧出 咛咛咛咛的商品 举到你的面前对你说 让每一位顾客都享受到女王班的待遇 将顶级的奢侈品乘以顶级的快递服 这就是美美网能够给予你们的许多 感谢您的观优 走路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姿势 动作就像我现在这样 请礼 向着咱探了一点 亮出你们的男性荷尔蒙 网络世间完美商品 只为真正完美的男人 各位 说个好消息 朗瑞将借助我们美美网 作为踏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朗瑞 那不就是那个法国品牌吗 对啊 我十八岁开始就是他的忠实粉丝 你不是DK的忠实粉丝吗 这么快就背叛了你 是不是应该扩大我们的办公室了 значит 赶紧吃饭吧 赶完活儿再吃 谢谢你 姜杰 再见 以上 我能不在乎 开始逐渐回暖 将扩大海外的IPO 就对我们来说 是最好的上市机会 你想现在上市 这太刺激了吧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们可以开展一些 大力度的 现实打折抢购活动 在每件商品的旁边 放上倒计时期 最大程度地 刺激顾客的消费性力 这点子不错 但是我们要冒 很大的风险 风险一定会有的 我们可以在 可控的亏损范围内 最大力度地充销售 没错 人是拿的几回博 我们就是要有创业精神 说两句 只要能够控制得住风险 而且我认为从现在 就可以开始宣传这个项目 无论是电视广告 还是社交平台 好主意 就这么定了 第一次去美国 一定要穿得高大厦 你不是哈佛毕业的吗你 笑什么你们两个人 以后毕业就好了 美国 我们来了 苏宁易购 已位居B2C市场份额前三强 预计到2020年 实现3000亿元销售规模 自去年7月 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 网络商品交易 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性办法实施至今 对规范网络交易行为 打击假冒商品带来了积极意义 先出去 先出去 出去 出去 都出去吧 怎么会这样 我早就说过了 自己消费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冒险 现在我们的仓储量根本不够 快递也几回要瘫痪了 客人原本三天就应该收到货品 现在恐怕连半个月都未必收得到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我们得赶紧讲对策 老板 新闻报了 美美网物流瘫痪 导致消费者延迟收获已激起民愤 今日又爆出丑闻 在经过品牌专营店的鉴定后 王女士在美美网购买的价值 近万元的名牌包竟然是假货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我们的商品怎么可能有假货呢 是啊 是我 什么 我们的库存严重不足 然后彭大海就介绍了他熟悉的带领厂商 情况紧急我就没有想太多 就签字合作了 彭大海介绍的 你为什么不找我确认签字啊 不愿顾巧音 物流已经瘫痪了 修复起来需要时间 他也是一时着急 就签字合作了 彭大海 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 什么才是服务双值 祸不担心 你闹够的没有 你看看 你这样的女人 你配得像有名牌吗 你问你自己啊 你对我真的是真心诚意吗 你可不就是想找一张可以终身透支的信用卡而已 对啊 从今天开始 我就做我自己的信用卡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下的是真的 这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 希望你能接受 像美美网这种公司 这是欺诈的行为 这就是 愚弄善良消费者的美美网的CEO 丑陋的过去 他带了一个大块头的男的 威胁我说 如果我敢跟媒体曝光 他们就不会放过我 根据网友人肉出来的信息 美美网创始人 卢珍希女士 早年就是在纽约 靠卖大牌A货发家的 据说 他还曾被美国警方拘捕过 其实那些所谓留学也好 淘金也罢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清楚 他们其中 原始继练有多少是灰色地带 回国了摇身一变 都是盗毛阿兰的创意家 好 在美国卖假包 怎么回事 我现在能不了这件事 你是不是想聊这事啊 就是你不想聊到这个事情 让我们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我认为我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之一 我有权利知道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好吗 是 买个假包做个不合法的声音 我在美国还被警察抓过 还是孟小军保了我的 那又怎么了 我卖假包也只是为了在那国家好好活下去 怎么了 生存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你非要选择这一种吗 不丢人吗 你这口气简直和我当年的男朋友一模一样 那你呢 拿钱堵住别人的嘴线的闹笑话了吧 你这解决方式也没比我高明到哪去吧 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造成的对吗 行了 你俩别吵了 现在吵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你不要说话 从这个事情一开始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道过一句歉 如果不是你发假包 问题能变这么大吗 我怎么知道那是假货呀 物流瘫痪 快递根本就发不出去 我也是想帮忙 现在是彭大海在骗我 我也是受害者 到了 是我的错 是我不敢争取自己的黑历史 是我想说他们糟糕的点子 连累了你们俩 我 陆珍熙 对不起你们 做生意啊 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无法再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 陆珍熙作为朋友 你是个很好的朋友 但是对不起 作为合作伙伴 我已经无法再信任你 对不起 陆珍熙 放弃等于输了 不是一切输了 其实真正的总裁 遇到什么困难 都能挺过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 企业家和小商贩不一样 你还想听人家 叫你小商贩吗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就是个小商贩 那也得靠本事吃饭 小商贩万岁 对不起 别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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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酒精冲昏的脑子 是没法解决问题的 你对我失望了 我对我自己很失望 我以为我可以做到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 我正想把时间停住 为了当初 你做我助理的日子 你来呢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让她喝酒啊 她都喝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拦着她 起来 小心 郡主 郡主 我干了一杯 干什么杯啊 我真的挺讨厌你的 没有你 她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说 因为你把一个目虚有的理想 放在她身上 她压力很大 虽然你跟她一起长大 但你并不了解她 梦想对她来说 你任何东西都重要 你根本不知道她的可能性 我现在根本管不了什么可能性了 孟教授 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见了吗 她现在伤痕累累 就是因为你 简直是对牛弹气 我叫牛俊成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对牛弹气 担贴啊 吵死 现在的年轻人只有抱怨 没有抱负 我就想狠狠给你一拳 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抱负 好啊 你给我一拳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你们现在吹出美美网 这岂不是太落井下石了 我敢保证 只要你们坚持下来 前提一定会是乐观的 因为这种事情叫中断上市是吗 纳斯达克的政策 什么时候开始区分国界了 现在法院还没有做出任何判定 这样做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了 很有 computer 舒适 一个胡椒 ktktk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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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气兔名叫谢佳琪 前几天 她在美美网定了一块围巾 想送给妈妈做生日礼物 但客服告诉她 她住的地方 不在网站的複货范围 佳琪说 妈妈为了供她上大学 已经好几年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了 那份礼物对她来说很重要 小夕 你在这儿干嘛呢 周先生要收购美美网 正在给我们施压 还要谈判 我根本找不到你们两位合伙人 我要去趟外地 景川有一份订单 我要自己送过去 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要去景川 你这份快递不行吗 建成 这可能是美美网最后一份订单 我必须去 你这是逃避 你放心吧 我在美国当过一次逃兵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等我回来 喂 喂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漂亮的围巾 才能配上这么美好的你 妈 谁告头 有你嘴你喜欢的玫瑰花 好好看你花哦 妈 你喜欢不 梅花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很荣幸为你服务 乖义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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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快走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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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陆锦西 没事 你还活着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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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进步换一下 这儿 接着一下 来 来 姐姐 救回了两条人命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劫后余生 仿佛自己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 仿佛人生中 除了生死再无大事 而我更应该勇敢面对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吓死我了 真担心你会出什么事 这要是混成了怎么办 刘八怎么办啊 你说说你啊 这么大个人了 一声不吭就去他们危险的地方 你出点事怎么办 没事 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公司怎么样 无论是道歉还是赔款 我们会去处理的 我已经稳定住了几个品牌商 那些执意要走的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挽留 都伤成这样来写什么东西啊 道歉声明 看面对的总得面对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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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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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护士拉开布帘 我看见躺在隔壁病床上的 正是那位救了我和妈妈的姐姐时 我们什么也没说 只是相识一笑 那一刻 我忽然感受到 其实 我们都凭借着陌生人的善意活着 那份善意 废墟中也会努力绽放的玫瑰 什么 去美国 以前是实习生嘛 现在要到美国总部了 系统再不升级就要被淘汰 我不会再闪着他了 就这样放弃你们多年来的感情 我只是一个能陪着他吃苦的人 现在他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事业 这个给你 好好照顾小夕 郡城就这样的不辞而别了 因为巨额的赔偿金 利益全部还原社会 所以美美网再也没有运转资金 上市也被取消了 我们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 毕竟我们曾经辉煌过 所以 不必后悔 你们会通过失败 而找到真正的成功 在这世界上 除了亲情 爱情 友情 还有第四种关系 那就是合伙人 你们都是我的骄傲 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就意识到 如今这个时代 信息传播速度最快的依然是手机网络 我们不如把手机网络和购物集合在一起 开发一个手机的购物APP怎么样 是啊 现在手机网络发展多快啊 我觉得这个点子不错 或许以后这就会成为新型的时尚流行趋势 那我们重新开始 叫什么名字好呢 还是叫美美网吧 送信 在时尚展示方面呢 我们会和这个品牌 当红明星以及时尚模特进行签约合作 每周呢 我们也会推出他们的街拍作品 除了继续与原有的品牌合作之外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 要建立自己的设计师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二、三、三、二、三 一、二、三、三 三 俊成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他没联系你怎么会联系我呀 莫小俊找你 这么神神秘秘 该不会是求婚吧 不会吧 教授 你找我 你找我 光彩四射啊 卢正希 难道听您夸我 抽小鸭变白天鹅了吗 怎么样 再次回到纽约 待会儿结束之后 要不要回到当初第一次见面的警察局 就地重游一下 好歹今天是个大喜日子 你能不老借我伤疤吗 卢正希啊 今天 我有点东西要给你 教授 等一下 等一下 可怜的孟教授 他都希望可以拿出来的是一枚戒指啊 那是俊成送给他的GPS 对他来说很重要的 知道吗 孟教授可是修了好长时间才修好的 魔鬼教授变化很大 变得有人情味了 或许房下也是另外一种爱吧 我佩服这个男人 干杯 是 军城离开的时候跟我说 而你 是能够成就他 陪他继续奔跑的人 是 几点了 赶紧吃饭吧 干完活再吃 不要再骗你自己了 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幸福的笑容 好 女士们 现在让我欢迎来 美美王总监总监 Liu Chen Xi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我很幸运 我的理想今天实现了 甚至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所以我要感谢我的合伙人 文青女士 布乔英女士 是你们让我懂得合伙人真正的意义 还要感谢一直默默帮助我的孟小军教授 谢谢你 希望未来的日子 我们还能继续在一起 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情 共同实现彼此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其实今天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 他叫牛俊成 其实今天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 从小到大他都在我身边 唯独今天不在 但直到此时此刻 我才发现 如果失去了他 这份理想也变得毫无意义 所以各位 失陪了 因为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祝你幸福 如果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关键词 那我的关键词就是奔跑 来 开心 这个小小伙子 导致电了 满车 我才会生疑 一个小伙子 真的没做过 其实不够过 你肯定老虽子 你一个人生不够过 你肯定老虎子 我更有趣的 Govern 你肯定老虎子 快去救人啊 快啊 叫心 快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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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been waiting in line for you 一步步往前撞 一路有同行的梦 不能打小夕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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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没有为爱奔跑过的人生 是苍白的 这一次我决定 我 要为了他而跑 刘迅诚 你个骗子 你说的好听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在我身边 你这大半年躲哪去了 我满世界找你 你居然躲在这儿玩自拍 小夕 今天特别替你高兴 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 我双成这样 本来是想去祝贺你的 但是 我实在没有鼓起勇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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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梦想实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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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